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联圣佛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68集的播出 如果你今天有看到我的脸书贴上了 我今天大概中午午餐之前 有到台湾新庄辅人大学 他那个宗教系的邀请我们 联佛宗的那个参加他们当地的宗教博览会 我们联佛宗由庄观堂年月上师带领 在那边设了一个摊位 有推广师尊文集 有联佛博瑞藏 有师尊文集的免费的结缘 那今天是第二天 明天下午三点 他们就收担了 我今天刚好是赶上了第二天 如果你是在台北附近的方便的话 欢迎大家明天还可以去 普仁大学国习馆 预习国王那个预习 那个印章预习的习 普仁大学国习馆那边去 可能我们今天从大门进去 走到河里面 那个国习馆是靠近 这个普仁大学的好像是实习医院之类的那个地方 在楼下一楼 我们的同门 他们非常的认真 都在这个摊位 轮班 在那边吃 在那边用 还有在那边很亲切的 而且很有礼貌的 来接待 这个前来的 也有教授 也有当地的学生 也有居民 来参观我们的摊位 师尊文集的摊位 非常的欢喜发喜 那等一下会为大家播放的是 我们读书会第一次公开展示的音乐 就是爱染冥王的新旧 你有没有听过台湾雷藏寺的 可是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一个版的 那这个想要得到爱染冥王贵人多助 多多推广师尊文集 展现你的热情 提醒 根本传承爱染冥王家族哦 哇 打了一闪电了 红茶吃红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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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茶这红羊 红茶吃红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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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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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你们喜欢吗 那我们在现场同样的分享 红茶吃红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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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茶吃轶 红茶吃红羊 红茶吃红羊 八百多遍 千佛经我看念了几遍 也是八千五百多遍 千佛经 高王经念了有七万多遍 高王经念了七万多遍 其他还有其他的经 上次经测我看你们念几遍 三百多万遍 上次经测大家念了三百多万遍 其他你们自己念了多少功课 你可以看今天的听言文 然后呢这个 先把音乐关掉 那个我们帮大家累计的 那个梅莲师姐她有告诉我们 有的同门登记她自己做了功课 结果她是累计的 今天念一遍 明天念五遍她就登记六遍 后天再念五遍她就一次登记十一遍 其实不用用累计的 就是你最新的功课加几遍就好 不要累计的 免得到最后会搞乱 还有的呢 官网登记了之后又在这里登记 因为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边登记的数量 会跟官网报告登记 如果你官网已经登记了 又在这里又登记一次 变成重复登记了 所以这方面 也要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 看看哪些同门上来了 还有就是 Diamond 江苏珠 莲花雨 许慧毅 高王金是三遍 大悲咒三遍 山苏珠 百字明咒也是三遍 还有魏晓明 伊莱涼 水莲 Escalo Niu Elin Dun Happy Lee 都是留言问候大家的 还有卓美利 黄雨璇 陈立军 Gio Hong Sing 也是留言问候大家的 Happy Lee 还有 苏珍珠 念了高王金三遍 哲伯金三遍 上世心咒三遍 利路母情咒108 回向6月30日 罗天大教的法会 陈立军 许经 地藏经五遍 回向 还有 Galey Branagh 念了高王金十五遍 百字明咒108 美丁艾珍也108 还有 Jack Dewe 宝妹 黄永昌 Low WS Jovel Eden 许慧玉 Stella 洪凤 Jocelyn Elestam Vicky Shirley 黃船利 都是留言问候大家的 Lisa Lin 胡小莉 Diamond 都是留言问候 还有李金鼠也是 魏小明 上世心咒五千五百遍 金安心菩萨巴一坛 Kissab Wong 林玫瑰 黃雨璇 你念了 辨境天咒108 上世心咒五千遍 谢谢你的发心 Eva Wong 你是在官网登记 也是很好 陈乔峰 念的是 上世心咒十串 高王经 十字步 什么叫十字步 还有 心经二十遍 百字明咒四十遍 然后 王生咒五十遍 那个 May Lotus 是真佛经 一百一十遍 世尊心咒六千 六千两百六十七遍 东梅 是高王经 十遍 三遍真佛经 两万遍的世尊心咒 大家都好尽心尽力的 还有王国慧 高王经一百一十二遍 那刘春梅呢 是上世心咒三万 高王经一百一十遍 高王经 习斋赐福经 是正佛经吗 33遍 刘春梅 是上世心咒三千五百遍 地藏经一遍 Vicky 是上世心咒五千多遍 高王经 王生咒各七遍 百字明咒五十遍 地藏经一部 May Lotus 也有在读书会登记 谢谢 有美赖 梅连师姐 谢谢你的服务大家 Listening 胡小丽 还有 哇 丹丹丢 是世尊心咒六串珠 高王经三遍 宝妹高王经一遍 王生咒七遍 百字明咒三遍 燕共一遍 Lotus妹 好像也不完 丹丹丢 是世尊心咒六串 高王经三遍 许巍宗呢 哇 许巍宗的字跳上来了 好 先把大家的那个 许巍宗呢 是 正佛经 正佛经 玛丽之天经 一遍 高王经三遍 王生咒七遍 山西咒一百零八遍 百字明咒三遍 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还有 这个 哇 这个下面的字跳下来 山咒你好 世尼狗 地藏经 一遍 真佛经 金刚经 还有什么 参回法都有 都没继续再努力 Lotus妹 刚有留言 地藏经三遍 还有爱玲梅 张登云 你们留言一次就好 万一我没念到你们功课 不要再留言一遍 万一那个梅林师姐给你们写两次重复的 那你就只好补那个两次的 宝妹是那个观音行舟一百零八 还有爱玲 你好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也是《寂寞的脚印》 那个你们有没有听过 以前读小学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叫做 愚公愚山 愚笨的愚 公公的公 那愚公愚山就是说 他好像 他家前面有座山很大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怎么样都会阻碍大家的行径 后来这个愚公就用铲子 叫他全家的拿着铲子去铲那个山 然后大家都笑他 所以叫愚公移山 要搬这个山 又靠人的力量 对不对 古代又没有挖土机 每个人拿个铲子去移 那大家都在笑他的时候 那个山神就吓到了 愚公说我这一代 如果挖不完 我下一代 孙子 真真孙 真真孙 那周一代会把这个山 全部缠住 哇这个志向 吓死了 那山神 赶快自己 搬了脚 赶快移开 后来山就移动了 就是表示一个人的那种志向 那种精进 所以有时候做事虽然笨一点 老实去做修行 也像是愚公移山 你只要有志向 有坚定的信心 一定是可以成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言 若不念快一点 名字也是跳上来 还有Metai也是 Metai是念什么 哇字又跳上来 大白就是尊心咒一千遍 地藏圣号 马力之天星咒都各一千遍 还有高王金五十遍 MetaiRotus说 月念月法习 阿燕也是 心经十遍 地藏经一遍 圈内MG 还有这个谁 Sokindang 高王金三十遍 百字明咒三遍 黄静怡也是 法习充满 许惠玉说有 去阿邦 傅施景说 阿达尔马佛星咒 哇九万两千遍 九万遍 你就自己念到六月三十号 辛苦梅莲师姐 谢谢 还有谁 Lisa June 已经念了四十八本的地藏经 抱歉 忘了上次回报是多少 大卫德金刚 反正你们回报 请不要重复 然后呢 已经跟官网登记了 也不要重复 那你们呢 也不要用累计的 你前几天十遍 跟今天十遍 你就给人家写二十遍 不用 你前面十遍已经登记了 你就今天只有念十遍 你就直接写十遍 不要累计的 不然的话 我们每年师姐会搞问 大卫德金刚咒 两百一十六遍 普通米王咒 八百二十四遍 灭丁增业 一千零多 一千零八十遍 薛雅芳 三十星咒六千遍 肝王金二十一遍 Marie Light 還有Jennifer 这是YouTube 要是金母欣咒 大力金刚 108大家都好静静 我们像是在麻辣双联池 对不对 给自己鼓掌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寂寞的脚印 里面有篇文章叫做 愚公 愚公愚山的愚公 十尊写 他说他问他自己 是不是愚公 愚笨的愚公 公的公 就是说 做事情呢 有人是用 那个技巧的 用投机取巧的 那个前面一步一步 他是两步四步八步 用这个投机取巧的 跨得很快的 但是呢 世尊是一步一脚印的 所以他说 他自己是不是愚公 这样愚笨的 是的 一生行事 世尊一生之中 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这个好像蠢蠢的 愚人愚职无知 然后呢 这个觉得自己笨笨的 净乎于 但是呢 世尊讲说 他有愚公的精神 那像什么呢 世尊讲说 像不舍一个众生 像不像笨的 像不像愚公的精神呢 要爱护你的敌人 这个敌人欺负你 骗你 骂你 但是还是爱护他 像不像愚公的精神 人家打你 你要笑笑的 不能生气 要笑笑的 去迎接他 这是不是愚公的精神 明知道别人造假 对不对 那个放出假消息 然后讲你假的话 但是呢 你也不忍心把他说破 这样子算不算是愚公的精神了 然后所以退退退 让让让 什么事都退 往后退 一直让 这样子不是愚那是什么 好 O.A.N.E. 对不对 软保真 Lisa Jen 那个 你48部地藏经 目前总数目 还在继续念108部 你要把它写清楚 那你48部 已经跟梅连师姐 跟我们读书会登记了 没有 已经登记了 就不用再写了 你要后面注明 请不用再登记你的 那才不会又加48部 你未来要念108 你就是说 希望我们登记你几部 就是把后面注明括号写清楚 不过呢 念了很多部也是很棒的 Jenifer Wade 说对 我们要去麻酸年词 Low WS 刚刚给你念过了 对不对 你配话说 哇 真棒 那 所以 这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 明明知道别人造假 做假的 但是呢 不忍心拆破 不忍心戳破 我告诉你 我当师尊的适者 我这个 我看很多 嘿嘿嘿 对不对 以前啊 我听说更早期的 那这个 好像有人做法物 然后拿一张单字啊 大家赞助多少钱啊 多少钱 然后呢 也没写总数 然后最后呢 请师尊签名 签名之后呢 听说他回去自己在填 比较少的数字 然后给人家收比较多的钱 嘿嘿嘿 那师尊讲 他知道有人在骗他 然后他故意给人家骗 只要他能够多度众生就好 师尊一律不计较 你有看到这个 你会不会很感动 你的师父 他早期度众生 真的是这样子 后来我们地址看了 他又后来写了 瑜伽室的宝记 对不对 那个有堂鼠骗的 有财务骗的 有红发人员骗的 然后呢 师尊也不忍心 把人家的名字写出来 所以叫大家注意 关于钱的部分 如果太过度了 你们就要注意要小心 师尊也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说好像很笨 变得这样子 那我们的师父那么慈悲 那他很少 他很少 这个跟弟子拒绝 说No不要 他很少 我们旁边事者很紧张 对不对 有时候共餐 那旁边的人就拿一张纸 然后一大堆 有的是名单 有的是钱的 有的是要什么名字的 但是呢 还在中委会还在申请 或者中委会也不知道 有没有批准 有没有批准 他就对方就要师尊 直接市民 好像越过中委会 我在旁边的事者说 师尊等一下 不要那么快 这个要问一下中委会 师尊这个钱的数目对不对 我们旁边的事者会很紧张 可是师尊他就是一任 非常的自在 非常的潇洒 你可以知道我的师父 最不爱钱的 他说他早期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是早期他问世 一向是非常的灵感 甚至灵感到 人越来越多 到现在也是问世很灵感 有的人问世呢 供养五十块 有人供养同伴 像我们那个 有时候共餐同伴 供养 也有同伴的 可能他的经济比较辛苦 他常常来 那也有那种 就是一般的供养 师父从来没有嫌弃 没有说嫌弃弟子的供养要多少 他从来没有的 他就是尽他的心意去做 那早期的问世 甚至不用钱 你没听过的 你去算命摊吧 你去算命摊的 你去外面的 你去探位去看看 人家有规定 这个解决婚姻问题 两千 这个要求什么 有时候八千 有的一万 有的用骗的 有的叫你买东买西的 我们师尊是尽量叫人家节省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早期他问世 根本就连钱都没有收 后来呢 因为有人感应了 感应很多 感应很大 他就有感应的人 就跑来找师尊 说师尊 你一定要收下他的供养 从那个他家 那个师尊的家门口 丢 一大碟的红包 用那个报纸打开 都是一大碟的红包 所以看钱 又丢回去 或者骑机车 或者骑脚踏车 把钱又载回去 又送还人家的 那后来 就很多人有感应 他们就很感谢师尊 他就说 这个人帮助我了 然后我没有供养他 好像会以后会不准 会怕 所以就拜托师尊 无论如何要收他们的钱 后来师尊就请示了 姚子姬姬 姚子姬 姚子姬 讲说 那你就在门口 摆个功德箱 那他们如果要供养的钱 要出到这个门口 把那个钱红包放在功德箱 对不对 那有供养的没供养的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不管了 那师尊对钱的态度就是这样 所以他那个算不算是 要讲愚公的精神 最多 你看师尊每次台雷的法会 已经说法 已经灌顶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到的时候呢 又六楼 有法务加持 又这个 法务加持 还有这个 有的同盟有 特殊的例子的 要求加持的 还有灌顶的 我记得灌顶太多 有时候也 这个一拖 又拖到四点多开始 所以现在要限制流量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去签书 然后呢 签书 还有献哈达 那法会完之后呢 给大家灌顶 哇 还有环境 环境加持的 你看 这个算不算 愚公的精神 你有没有看到 人家别的师父 法会完只是一个驾驶 就回去了 灌顶完就回去了 我们师尊是最勤劳的 他现在这样子的年纪 哇 对不对 你叫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然后哇 每天用法务这么多 你的生儿很可爱 对不对 那他仍然 他的体力竟然比年轻人还要 还要旺盛 至尊讲 他说只要他的体力够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 做一直加持 又问 又加持 又献哈达 加持 除了加持 还是加持 你看看这个算不算是像愚公一样的精神 所以这种愚公的精神 我觉得最大的是菩提心 是发愿 是对我们的爱 是有 我们跟师尊有誓愿的 对不对 然后师尊一直有愿 希望我们赶快业障消除 赶快成就 所以我们这样的师父 你哪里讲 所以今天呢 我去台北 那个新庄夫人大学 对不对 他有国习馆 然后有展览师尊文集 你看师尊写书 每天在写 写给弟子看 我们能够看的就尽量看 我是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去管说 谁有看谁没有看 师父也不去管 可是呢 总是 如果我们有这个机缘 我们就要尽力去扶持 所以如果你是在北部的居民同门 明天的最后一天 到校三点就闭幕了 想看那个有关的讯息 在今天脸书的贴文都有贴了 然后昨天脸书 我另外一个贴文也有贴 欢迎大家去扶持 所以你们爱师尊请佛注释 佛在传法 你们就全部全力要扶持 所以你要感恩你的师父 真的是用愚工的精神在度我们 所以他都不喊辛苦 我们如果喊辛苦 我们是不是很丢脸 你配话 还有咪兵 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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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六百四十八 太阳心君 真经二十一步 太阴真君二十一步 然后你都念很多 那个有道家的经典 Edith Stan 被抱怨的时候 总是笑笑 不需要解释 对 都是很有中度的 芬芬 还有音音卷 是什么 那个我看看 念 那个 《嘎王经三十遍回向》 还有 还有布玉花匠 吴美燕 那个杨思维 还有 日本年琴法师 还有 Grace Lee 郑佛经其变 这样经养变 白志明座108 还有《善诗心咒》 《善诗心咒》里面的 石川珠 还有 阮宝珍 Lisa John Lisa John的也有 还有 梅罗德斯 金萨翁 那个石师兄 George 莲花菊华 梨佩化 感恩师尊 对啊 梨佩化说 感恩师尊 石川珠 以心亮亮 还有 廖丽仪师姐 上次说的是 我们要 字又跳过去了 好多人留言 我们要 这个 一日 反正跟着师尊的脚步 尽量做好弟子的本分 许慧一说 师尊真的很辛苦 这是大家互持 对不对 又俊也是 每天都要请伯徒师 都有意念 廖丽仪说 跟着 对啊 那 廖师姐 他们做的 那个 也是很棒的啊 建立那个大义雷藏寺啊 推广文集很棒 黄以玄说 师尊真的很灵验 哇 自由被推上去了 你亲身的经验 因为这样我们的母亲兄弟姐妹夫婿 哇 全部都灰衣 全家族 每周六一定到台湾娘寺 希望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好 丹丁啊 梁美山 哇 哎呦 这是 Lotus妹 好 所以呢 这个愚公的精神 其实呢 师尊不是这样子 字这样子写的 他是 真的 他的内心 真的是铺在地上 给众生踩他一样 所以他写的这首诗 《愚公》 念给大家听哦 学佛法一点一滴 成大海 度众生 奸邪 妄淫全修 你看他度众生 那种犯错的 犯邪淫的 犯戒的 全部照弹全修 就是这样耿耿直直 那个心很正直的 就是轻狂不轻 不敬 这个轻的 浊的 优秀的 还是笨蛋 全部都给他收过来 才会飞雪 冷熟熟 那弟子什么都有 那年少 凶吞云梦 誓言不舍一个众生 气大身风 那师尊是从年轻的时候 他就发这个愿 不舍一个众生 我无难事 没有困难的事情 这一世不成下世来吧 这一世 这个 师父已经拼命度了 但是还是很执着 还是有我职 还是贪生吃 那怎么办呢 那来世再来度 他还是这个寺院 这一世不成下世来吧 也想铲平群峰 就像渔公 宜山 他的那种 那种寺院 这个山呢 我这一世不行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生生世世代代都拿了 那个锄头 就要把这个山铲平 要把众生的业障 铲平 那种寺院 吃人啊吃人 鱼工啊鱼工 所以我们的修行 这条路 有时候也是像鱼工 宜山一样 你不要这个 一步跳三步 其实呢 师父走一步 你就跟着师父走 一步一脚印的 这首诗再跟大家念一次 学佛法 一点一滴 乘大海 度众生 奸邪 妄淫 全收 就是这样耿耿直直 就是轻狂不尽 才会飞雪 冷嗖嗖 年少凶吞云梦 誓言不舍一个众生 气大生风 我无难事 这一世不成下世 来吧 也想铲平群风 吃人啊吃人 鱼工啊 鱼工 所以哦 我觉得我很喜欢师尊的哲思 因为呢 从师尊的哲思 你可以看到师尊的内心 他的心有爱大家有多深 字字句句都是师父给你们的爱 所以不是师尊在你旁边 是你有没有在师尊的心里 你的心住着谁 要住着你的师父 对不对 好 Datina Main 梁严丹 还有Vicky Jane 以兴说 哇 好像忘了鱼工一山的故事 单单对 师尊一起办 对不对 Wong Boy 冰藏 Sedigo Susenja 每次都讲可爱的丧师 我都没看过你的照片 你相信你一定是很可爱的 Dami Gu 还有Li Shonghan Lotus May 还有黄以玄 师尊真的很宁愿 你刚刚念过了 好 那下一篇呢 瀑布禅定 就是那个 下那个水 山上 然后那个泉水 流下来的瀑布 瀑布禅定 我觉得这个有点 那个观音法门 那瀑布禅定 里面有哪些 修密教密法的重点呢 让我来为大家报告 那师尊在第56页 他讲到 这应该是很好的一幅画 那白链 因为那个瀑布 是摆得这样下来 白链 下面的链 白链 像一只 寒光闪闪的剑 直刺入水潭 那剑又有 青井缠着丝条 随着风在飘 剑入水潭 一起了 激起了 意气风花 师尊呢 短短的几个字句 就好像这个白色的瀑布 一把剑 好像射入水潭 还有旁边还有一些水花 你们有看过瀑布吗 我觉得西雅图呢 从雷藏寺到彩虹 山庄 中间其实有一个景点叫Squanomy Fall 那中文可能叫做丽人瀑布 那个顺丽的丽是不是 丽人瀑布 那瀑布非常的大 老外美国 高头大马 然后那个山水也是高高大大的 那个瀑布非常的大 非常的雄壮 听说还有什么尼加拉大瀑布 那个是最大的 世界上最大的瀑布 台湾呢 有一个是听说是全台湾 奔多金最强的 叫做内洞瀑布 也是在台北线 它的那磁场负离子是最强的 我以前看山看水 我很喜欢看瀑布 还有呢 关于瀑布台还有谁呢 空海 日本空海禅师 曾经在瀑布下禅定 他在禅定的时候念咒 咒音居然还比瀑布的声音还要大声 那个瀑布啊 你这个在这个瀑布下面的石头禅定 对不对 那水哗哗哗在冲起来 对不对 冲起来就是很震荡 很激动 很激烈的对不对 但是还能够大声念咒 嘿 那时候是看他的那个影片 我觉得看了非常的感动 在密教的 东密的祖师 他们有在瀑布下修行 那你们 如果是要去的话 注意安全 不要冲下去 冲到瀑布下面 那个水潭很深 游不上来啊 他会去上去嗨的 我没有叫你们 我只是告诉你 他们的修行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瀑布 瀑布禅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师尊讲说这如同少年的梦 吞云吞雾 而自己呢像一条腾空的龙 哇 让那个如梦似幻 因为周围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巨大 轰轰轰 如果你有去过 如果你有去过那个 像满月圆 桃园那边有满月圆 我有去过里面最里面的瀑布 有一次的一口气 走到里面的瀑布 也是喔 还没有靠近瀑布的时候 在外围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的路 就有听到里面瀑布的声音 哇 哄哄哄 很大喔 他像师尊讲说 像少年的梦 吞云吞雾 自己就像一条腾空的龙 所以一下子 其实你们家有瀑布 你们每个人的家有瀑布 为什么 你们洗澡的时候水龙头 哇哇哇哇 最小的瀑布 每个人洗澡自日瀑布 对不对 洗澡的时候怎么观想 观想就是莲蓬头 莲花 上面有莲花童子 然后下甘露 这是师尊教导大家的 然后呢 师尊讲说 有个老人侧障 而到此 就安静坐在这个岩石上 不是观扑 不是听瀑布 而是入禅定 哇 他怎么入禅定呢 那直到这个 他入定的时候 听瀑布的声音 听到根本就没有瀑布的声音 然后呢 还有什么 看不到瀑布的颜色 他居然可以这样子禅定 然后就到了另外的世界 你们回去有瀑布禅定 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我禅定 我喜欢静坐什么 听用耳朵耳根把它放大 你现在对不对 平常做东做西 你不会听到风的声音 你不会注意外面有虫在叫 你不会注意到在外面的 从教的外面还有车子的声音 有巴士车的声音 有摩托车的声音 在外面还有水的声音 你可能都听不到 可是呢 禅定的时候 当你心静下来 你把你的耳根放大 眼睛闭起来 你只有听到声音 你可能轻轻的念旧 所以以前我喜欢去用听音来禅定 有一次禅定的时候 不是有一次是好几次啊 禅定的时候 听音一直专注到后来 身体突然就破碎了一样 然后就那种身体的重量都没有 身体被打破一样 只剩下一个续 我第一次禅定遇到这种 我说这个是干什么 我是不是死掉了 后面呢 师尊就有讲到 他直到自己一切都全粉碎了 他那个说 然后他是用在瀑布的这个禅定 一直禅定 然后听不到瀑布的声音 也看不到瀑布的色 哇这个那个定力要非常的够 非常的强 非常的激烈 我觉得这个更厉害的 所以呢 瀑布禅定 我们来听看师真 写的什么叫瀑布禅定呢 他说 未知瀑布是否白色 未知清凉的水是否清明 不要管他的颜色 也不要管他的水 未知月银之下的人在何处 何亭处 在那个满月的地方 然后下面有个人 他坐着坐着都自己不知道 坐在哪里 未知自己的身体跟影子 未知自己的身于影 一切全粉碎了 水生清阴 就是那个水的声音啊 清阴 不知自己是年老还是年轻 不知道自己是老人还是年轻的 这样的滋味啊 时间与空间接停 时间跟空间都暂停了 我未攀何物 也不用去攀圆 或者抓什么东西 也不是因杯而醉 也不是因为贪酒啊 贪杯喝酒而醉 那个不是 没有天什么 也没有什么严厉 什么漂亮的 什么颜色的 什么增加什么 都不是 心也没了 诗也没了 真不知什么叫做风景 你可以体会他的这种境界吗 在最大的刺激 最大的这个瀑布 激烈的环境里面 静下来 然后一直静到 声音也没有了 那风景也没有了 心也没有了 声也没有 心也没有 那你可以看定中之定 他那个定是非常的深 我是觉得我们也可以听周围的声音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有沒有听到你家的鸟叫声 风声 你现在能够听得到你外面的风声吗 车的声音吗 如果都听不到的话 表示你的忘念还很多 还很急 还很忙 对不对 人总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要你的心该休息了 是不是 你休息了放松了 才能够好好的进入睡眠 所以这首诗跟大家分享 瀑布禅定 诗 三年一次给大家 未知瀑布是否是白色 未知清凉的水是否是清明 未知月银之下的人在和平处 未知自己的身与影 一切全粉碎了 水生清阴 不知自己是老还是年轻 这样的滋味啊 时间与空间 空间 空间 皆停 我未攀何物 也不是因悲而醉 也没有 没有天什么 言什么利 也没有天什么 言什么利 心也没了 诗 也没了 真不知什么叫风景 这首诗 瀑布禅定 是不是让你以后在修行上 更多的灵感 我觉得我们在修行 我们在念经 要念咒 能够念经念咒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了 已经有想要精进了 可是呢 有的人他念经念咒 有段时间他也会疲乏 为什么疲乏 重复的念 重复的动作 但是他念到想睡觉 念到忘念很多 我念到心还没有沉定 没有把它沉淀下去 那重复在做这个动作 到底在念什么 到底在 是在赶什么功课吗 对不对 当然这样经经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我是觉得 你们在念经念咒 在修法 还要有EQ 还要有灵感 有时候你念经的时候呢 你听自己念经的声音啊 高王观世音真经 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森 佛国有缘 佛法相应 常乐我尽 你把念 念的人 就是高王观世音 对不对 那个声音 你专门听 念经的声音 你念咒的时候 想师尊在你对面 心轮白色的 哄自光 照你的心轮 那师尊的白光 跟你心轮的白光 合一 你在合一中念咒不断 然后有忘念 你就再继续观想 对不对 所以呢 修法不是一个固定的 就是拿功课这样子念 你要加一点色彩 对不对 就像你在煮菜一样 你不是只有白水 你可能要加一些调味料啊 加一些蒜头啊 姜啊 有时候 我喜欢煮菜 加一点乌醋 提那个味 也很好啊 对不对 加一点味道 生活更美 加一点味道 你念经就更美 我喜欢一边禅定 一边念咒 带着寄宿器 然后念高王经的时候 我在念高王经 念到后来 心里的高王经 比我嘴巴念的还要大声 对不对 也是可以 那你在念高王经的时候 自己呢 跟观世音菩萨合一 更加的清楚 那也是可以 所以每个人 你不要讲 上师那哪一个方法对 其实法法皆通 就是看你 哪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专一 哪一个方法就是对你有很有帮助 看同门 Vicky Jane Edith Stan 起初念 总觉得感觉很吵 不能专心 现在有静心了 很棒 魏晓明 原来如此 对 Datina说对 所以你就念不同的经咒 以心 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用灵狱的观想 根本上师不知道算不算 传定 你就去灵狱 不过你太久不要感冒 Satang 很好听 少写一个字 Satang 可爱的上师 可以播放绿度母亲咒 可以给我们下载吗 我目前绿度母亲咒 还没有下载在我的平板 因为容量很有限 怕满的话 那个机器搅不动 不过你们可以去官网 或者雷障之音的脸书 去看看 雷障式的雷障 雷障之音的脸书看看 那那个 那个咒很好听 对 好啊 你们 像修法 你们可以放咒 放这个音乐咒 然后禅定的时候 把耳根放大 去听那个咒 我觉得也很好啊 李佩画 还有彩星咒 高丸天十遍 梅莲 那个Eddie Jones 御国师兄 已经记录在莲花晚真 三千遍的上师心咒 丹丁 每天都听到鸟叫声 马来西亚有一种鸟叫做枯燒鸟 黑色的 很可爱 陈和尚 高丸经二十一遍 来回向 哇 这个字 下面的字又跳上来了 好 再来 御国说 新经一百遍 聖国经二十遍 上师心咒一千五百遍 这是御国师兄 他本身念的 跟他讲晚真 那个是 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Eddie Jones还是要写Eddie Jones 那是他自己本身的 哇 十四兄 张吉 张吉吉 刘洋秋 是 阿弥陀经十遍 三遍 信经十一遍 那个御国现在看到了 莲花晚成莲花童子新咒三千遍 然后邦大陆同伴 请不要记在你的名下 你也有说明了 对不起 因为我由下往上看 我们看到之前的留言 还有谁 林花来 你那个Eddie Jones 你贴一次就好了 一直贴三千三千 不过谢谢你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哇 石师兄 你好 杰志旭 有没来 哈甘又 人就是通常遇到任何好的都不珍惜 失去了才在后悔 没错 本丁也是金母金七变 黑妹金母舟三千九百变 上师心咒一万三千变 黄雨玄 下次开播出佛心咒可以先写出来吗 这样我们皈依之前的同盟也可以一起唱售 请问直播的咒怎么写出来 像昨晚的绿度一样 那个开播的咒 那个你是说那个咒是不是 那个咒的那个咒心咒 我记得我就帮你们写出来好了 那个咒的咒音 不过呢 你们要不要上网去搜寻 或者说同盟 如果我来不及写的话 在现场的同盟 可不可以帮忙把那个咒的字写出来给大家看也可以 因为你听那个咒 可是那个字一直在滚 你也看不到那个咒在哪里 那没关系 你就听那个咒音 好啦 我们尽量啦 江威风 就是不可爱 所以不敢放相片 不会啦 我们爹里 郑侯师兄你好 那也有记得一步一脚印 一些念佛 还有SK露 Elly San JocciKy是新加坡的 上司星咒 石串珠 还有那个 Merry San Vicky Jane 还有 王雨全说今晚的内容好丰富 学到很多 谢谢你喔 CV丹威俊 陈美清 健康镜七步 信经五十遍 王神说两百一十六遍 哎呦 那个 郁国师兄 写得很清楚 那好 廖师姐 你好 Jenefer Way 每次持经咒都观想 根本传上是放光加持 很棒 单单对 谢谢分享东西 宝妹 好 好 很多人一直留言 以语 Juan 修 威 现在念的都是 大家有留言的 好 哇 剩十分钟了 可能第三篇三支缘 可能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不然来不及了 黄如轩说 这几天在担心 无法亲自到场参加罗天大教法会 结果今早上梦到十尊 心里突然觉得不用担心了 高万千十遍 Jenefer Way 吃尽苦头 吃尽苦头 遇到天头 才会珍惜 Vicky Jene说 在YouTube可以找到高雄绿度母的星咒下载 Christine Go 今天我们唱 烘炸子烘热 有谁可以把它写下来 烘 烘 烘的烘 炸子 这个烘炸的炸 这个烘炸的炸 这个木质旁在一个只有的炸 对 烘炸 可以啦 烘炸子烘热 就是今天的爱然冥王心咒 烘炸子烘热 那因为这个这个当初在做这个咒的时候还没有挂在网路上 我现在放的是那个有20分钟的所以我那个box.com不知道能不能放的进去 好 对啦 烘炸子烘热 对 对 谢谢大家帮忙放这个歌的名字 走 好 第三篇可能来不及了 下次再跟 明天再跟大家分享第三篇的 好 那先跟大家再介绍一首短短的诗 这个诗叫做什么名字呢 我渴望辉煌 每个人都想要成功 对不对 要想要辉煌 飞黄藤达 那师尊呢写了一首诗 其实是在他的禅宗的诗里面叫千圣静不得 这个更深的 一千个圣人无法靠近 就是很多的圣人都无法靠近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古事一如香 历代无人秀 哇 这个也是很深 也就是讲说那个道啊 宇宙的大道 不是嘴巴讲的 不是说你圣人就可以靠近的 圣人都无法去描述去讲这个道的原有的风貌 叫做千圣静不得 那这个渴望辉煌 十尊是怎么写的 这世界的人都在追求迷惘 其实都把生命投入梦的翅膀 然后等待着可望的辉煌 日出日落那宁静静而致立的墓碑迎向太阳 每天白天晚上白天晚上在忙 可是呢看看这个仙人的墓碑一直在这个一直有人会往生 一直出生一直往生 人只是看到现在没有看到自己以后的 所以日出日落那静静而致立的墓碑迎向太阳 千圣静不得亦无所得 也一样一点不受伤害断肠 月亮神老是印在池塘 哇这个诗很深 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呢 就是真理跟大道不是你说什么圣贤 都没有办法去描述出真理大道 他原有的风貌 但是呢能够明白真理大道 无我无为的那种境界 任何伤害也没办法靠近你自己的 月亮怎么老是印在池塘 这也是禅宗的诗 对不对 天上的月亮是真的月亮 还是水上面 水上面有月亮 对不对 水有很多月 那个湖水海水还是西水都印着月亮 可是那个水上的月亮毕竟是导影 真正的月亮是在上面 所以佛性也是 佛性呢 有人有黄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 还是有各种动物 还是各种生物 可是呢 真正的佛性 我们只是像月亮的导影一样 那个影子一样 真正的佛性 也不是在我们自己 这一个硬化而已 它是永恒很久 永恒不朽的 我只能用这样子尽量跟大家解释 隐形说这种事觉得很有道理 可是那个人不是这样子在追 Dincer Wong还有Jennifer Way 因为根本上是传我们法经 佛心咒还有加持我们修行成就 所以我们修法持经咒观想 根本上是那个放光加持 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师尊 的佛恩 对不对 Ena Wong 对不对 页文 你华语学 好 那这个诗叫做 可望辉 可望辉煌 对不对 可望辉煌 再念一次哦 这世界的人都在追求辉煌 其实都把生命投入梦的翅膀 然后等待着可望的辉煌 日出日落 那敬名而智利的墓碑迎向太阳 千圣尽不得亦无所得 也一样一点不受伤害断肠 月亮怎么老是印在池塘 诗比较深一点 但是呢 这个告诉我们 还是要追这个修行 到最后还是要证悟原本的佛性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有事 几分钟就要结束了 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我们一起来跟师尊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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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參加主會 在《寂寞的腳印》 時尊講到餘工一山的精神 講到瀑布禪定的精神 也就是叫我們修行瀑布禪腳印 在任何的環境要學習更深入的禪定 還有渴望輝煌 不管我們日出日落 我們每天在忙碌的宣誓裡面 你只要跟著師尊的腳步 也會慢慢走向真定走向道 非常的感謝大家繼續回向火天大教的活動 那就是跟大家提醒 已經在官網登記的 已經登記了 就不用在這邊登記 因為我們這邊還是會把大家的成果 跟官網登記這樣才不會重複 也不用做累計的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好明天晚上十點 連社會火火雲集火 大家再見 拜拜晚安 晚安 晚安